贝哈蒂普林斯路 这个来自南非大草原的伟秘天使 在Models COM榜占全球最性感模特排行榜上 排名第14位 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因为远大联邦 粉丝们给她取了小南瓜的秘称 一天的大长腿不用说 大气的颜值和气质 迷倒了多少人 就在小南瓜怀孕几个月的时候 还走上维密的舞台 帅真的小南瓜 在一年半时间内生了两个孩子 2016年6月生下大女儿 2018年2月又生下了小女儿 有人说 超模怀孕怎么看起来如此轻松 而且身材还可以恢复得如同少女般 殊不知 这些超模付出的努力 也是我们长远难以想象的 今日 剩完二胎才几个月的小南瓜和老公 骚托 Evan Lovie 剑完身初揭 孟儿母的主唱 小南瓜的老公骚托 两人在2014年结婚 婚后相当甜蜜呀 这一起去健身 撒狗粮呢 穿着运动健身服的小夫妻 小南瓜这小细腿 另外 才生完二胎次个月 就这样大方的胜负 恢复神速 就在上个月 小南瓜二胎后付出的首场秀 看起来气色不是特别好 生完两个孩子感觉一下子 他老了许多 但这次和老公一起现身 看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别看超模都是那天的颜值和身材 这都是付出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明明可以靠颜值 却还这么努力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如今 小南瓜的大女儿也有两岁了 萌娃娃继承了父母的颜值 无比可爱 骚刀变身奶爸 推着坐在车里的女儿 有爱的画面 小南瓜身穿蓝色 多点吊带 完全就是少女的身材啊 怎么看都不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大女儿简直就是 新年版的小南瓜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也有超模这条路呢 期待宝宝快快长大 特殊舞台上的光滑 私下就是一个普通的爱孩子的妈妈 有爱的亲子时刻 陪着女儿当秋千 体恤搭配小黑骨 日常接地气的搭配 相比而言 国内很多明星台上台下 都是盛装打扮 可能想为蜜超模 这样 才更贴定于生活吧 期待小南瓜回归T台 期待能重返 眼值巅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CXYC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